也来谈谈车 休暇期间呢 大家总是要聚聚餐啦 出去玩一玩啦 车子很重要 是是是 网路有一些迷思要来破解一下 是是是 那其中一个迷思非常著名的 就是说呢 你平常停车的时候 我管你想一下 比如说你停车的时候呢 车子一禁止 你一定本来脚刹车踩着 车禁止嘛 对不对 然后你要停车的时候呢 你可能先打P档 先打P档 对不对 这PRND嘛 对不对 PRND 一般我们习惯 本来停下来是 一定D档是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 我停车咯 打到P档 打到P档 打到P档之后呢 拉手刹车 然后熄火就下车了嘛 不是都这样吗 你的程序是不是这样 你想象你是不是这样 我是这样 有的时候我没拉手刹车 低档在开车嘛 停下来之后 静止咯 好 打P档 然后呢 拉手刹车 熄火 是嘛 很多人都这样 绝大多数人都这样 所以才会有这个迷思呢 他们讲说 如果你这样的话 变速箱就毁了 变速箱就短命了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言 这是真的吗 网络上传 然后电视新闻 也在播 所以引起很多的论战嘛 那到底怎么样做才是对的呢 有些人讲说 应该先拉手刹车 再打P档才对 有些人我一直说 没有 原来是没问题的 很多种讲法 好 那我们现在再讨论说 到底这样的说法 有没有道理 真的这样做就毁了吗 我们车不都开很多年没事 对不对 好 一般我们这样 还是要不小心 慢慢再毁了 我们不知道 这个对 我们稍微来想一下 有没有可能 还是消磨我们的车子 我们不晓得 是 我们车在这样跑 车在动 一定四个轮子同时动 对不对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如果 脚踩刹车的时候 我们上次讲过 油压 是四个轮子都会刹车 我们踩刹车的时候 四个轮子都会有 制动的力量 四个轮子都有 然后一般的车 我们驱动 只有两个轮在驱动 四轮驱动车比较 一般都不是前轮 就是后轮而已 然后手刹车 不管你手拉了手刹车 或者有一次 这种脚踩的手刹车 然后手刹车的话 一定是只刹后轮 是 只刹后轮 OK 好 那我们现在想 如果说我们今天 停下来 四个轮子一起动 对不对 停下来之后 好 我现在打P档之后 P档一打 这P档代表什么含义呢 来 这个就是实际上 你把这个病毒箱打开来的话 你会看到说 这个P档打下去 就是那一个旁边一个尺 把它卡到那个 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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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有没有 直接卡进去之后 就会把车给杀住 好 影片如果还不确定的话 来 我们实际看看东西好了 好 就这样 来 我把这个东西 看影片上的东西 直接拿出来了 好 我们今天驱动 在滚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滚 再转转转转转转 那病毒箱很复杂 你看 你看里面 那些行星齿轮什么 机构很复杂 那也是齿轮好多层 对 很复杂 这只是一部分 后面枕落 现在也就是什么六速 七速 八速 后面很多很复杂的机构 但是呢 好 我们再回来讲 P档到底在干什么 你今天打P档的时候 我们打P档 只是变数箱里面 做了一个 这个类似那个赌场 那个什么俄罗斯转盘一样 你就这样转转转转转 白这样转转转转转转转 好 本来呢 你没有打P档的时候 这个是在旁边没有卡进去 你就这样转 自由转 是 好 那你今天打P档之后呢 你车停下来 打P档 卡 就卡进去了 卡住了 这个就卡进去了 它就不会动了 对 所以我们想想看 以前可能经验 还不是很够的时候 有时候说 我车还没有完全禁止 还在滚 你就把P档打下去 是不是 很大声有没有 就是来自于这里 因为我还在滚 然后你就把P档打进来 然后就 这样子 好 那现在我们想说 如果说我们正式 车停下来之后 打P档 卡 好 想一下俄罗斯转盘 我们就是 好像卡到上面 没有进洞 好 或在这里 或在这里 不见得每个位置 都会直接卡到位置里 不见得卡好 对 不见得卡好 所以今天一样的道理 我们今天车子呢 你可能在任何位置停下来 所以P档打下去的时候呢 不见得是卡到位置里面的 所以你今天如果说 P档已经打好了 然后车子推它一下 才进来 所以我们可以去试试看 你今天打P档的时候 没有拉手车的时候 打P档的时候 你打好了 你人都走了 你就后面推车子 车子一定可以前后再动个 大概十公分左右 前后是可以移动的 是可以移动的 但是手刹车的时候不一样 手刹车一拉住 是完全卡紧的 好 我们来看这就是 推动 这是我在网路上拍的一个影片 就是实验给各位看 这是手刹车拉住的话 你再看 这是你啊 对 这是我啊 那时候头发比较大 你自抖自眼 对 自抖自眼 好 你看 刚刚是手刹车 后是推不动的 现在是P档 你看前后是不是推得动 前后就可以移动了嘛 前后就可以移动了嘛 确实有 对 所以P档呢 跟手刹车其实作动原理就不一样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说 那到底那个顺序要怎么样呢 我首先跟各位分享 如果你是在平地上 一般我们都用平地停车的话 真的 相信我 你要先打P档再拉手刹车 你要先拉手刹车再拉P档 都没差 都一样 都一样 因为反正你车停下来了 不管你刹车放开也好 手刹车放开也好 车子不会动的嘛 除了有人没来不及在那边推 对 对 对 所以我刚才讲那卡的位置 已经固定了 所以你要打哪个位置都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是斜坡 斜坡 比如说这样子好了 斜坡 好 斜坡的话呢 好 我们一定 我再讲一次 我们一定本来是打的D档嘛 然后车停下来斜坡 好 这个时候呢 你打P档 好 可能卡在这个位置 但是斜坡呢 你手 你那个脚刹车 一放开之后怎么样 滑一下 对 是不是 滑一下 是 卡住 那卡住之后就顶在这个位置 就顶得很紧 就顶这个位置 你若是 若是这个上坡的话 就相反 就顶这个位置 大家懂个意思吗 因为不是这样转 就是这样转嘛 对不对 等于说在这个间线里面 卡到最死位 卡在那个位置之后呢 你在拉手滑车的话 你这个P档的位置 就永远卡在这个位置了 所以大家回想一下 有时候呢 你在斜坡停车 就这样 照那P档打了 然后手下车拉就走了嘛 你在回来启动引擎之后呢 他会倒退路一下 你会发现 你要把P档拉回 哎呦 那一下鞍喔 好像拉不太回来耶 用力点 啵一下 好大声 哇 完了完了 我变相是比较差起来了 就很紧张 所以这个问题就来自于说 你今天停在斜坡的时候 因为有可能你这个 这个P档卡的位置 好 卡得很紧 所以你在把它拉开来的时候 忽然一弹开 会有很大的力量 所以才会有很多传言说 哎呀 你如果说呢 先打P档 再拉手擦车 那就会进入怎么样 这个地方卡榫卡前 或卡后卡后呢 卡得很紧的问题嘛 那常会讲说 你是不是应该先拉手刹车才对呢 好 正确的动作应该是这样子 好 我们现在一样停车 不管上波下波都一样 我们讲一个就好 好 比如下波停车 好 停车 脚刹车踩的嘛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先把档位推到N档 推到N档就不会有动力了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手刹车要用力的拉紧 一般打到7响左右 你开始拉到最紧 哇 要7响啊 对啊 有时候小姐力量不是很够 两三响引为拉紧 那不够 好 7响拉紧 确定你手刹车是已经拉紧了 这个时候呢 放开你的脚刹车 脚刹车是四个轮都刹住嘛 那时候跟手刹车无关嘛 好 然后我手刹车拉紧之后 我放开脚刹车之后 你会发现车子会往前滑一点点 跟我刚才做的实验是一样的 因为你后轮现在手刹车 一定往前一点点 好 这个时候呢 你才确定说 我现在车没有继续往前滑 是因为手刹车我拉紧了 不是因为P档该那卡榫卡在那个位置嘛 是这样的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再把P档打进去 最后才打 最后才打 那打进去的时候 哪怕是卡到里面也好 卡到外面也好 至少绝对不会是我们刚才讲的 你先卡之后再往前移 让它去卡到前后的死位 然后造成咚一下很用力嘛 所以再讲一次哦 斜坡的时候才有关系 手刹车怎么样 先拉住 再把脚刹车放开 先N档啦 N档 对 N档 然后呢 手刹车拉紧 然后松开脚刹车 对 让车动一下 然后再放在 最后才P档 那我懂了 对对对 这样子呢 才不会让这个P档卡在那个 所谓的那一个卡死的位置 但是呢 我也必须跟各位报告了 其实呢 包括我自己的了解 包括我还特地去变速箱店 跟很多专家交换 一样整天在修变速箱子 我刚才不是讲吗 其实变速箱 它里头很多很复杂的机构 一把我们变速箱说 哎呀 怎么会顿挫啦 怎么加速退档很慢啦 打R档要这样三秒钟才会 才会咬合啦 那些故障呢 其实都是这里面很复杂的机构 这一个P档 只是复杂的机构 外面一个很单纯的一个 就这样 这是真的东西 这不是道具 就这样而已 就这样而已 你不会用头你车上拆下来吧 这不是我的车 对对对对 我的车给我拆 我拆不回家了 那这个东西呢 据变速箱的专业修理厂跟我讲 我们想也是 你看这哪有什么 这很简单 比刚才那玩具箱还简单 这个东西呢 就算说你真的进入了 大家常怕的时候 卡很紧 然后动一声怎么样 这个东西绝对不会造成你 变速箱什么短命啦 就挂了啦 绝对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我们刚才那个习惯 只是避免这个东西 有卡到有洞 吓到你 其实这个东西 不会因此造成变速箱挂掉 其实它不会伤到变速箱 其实不会 但是每次动东西 我们都以为说变速箱会受伤 对对对 而真正你担心变速箱短命 因为变速箱修理真的很贵 一般进口车 动不动十几万 吓死人了 其实变速箱里面 就是很多像这种摩擦片 这叫摩擦片 对 里面在里面摩 自拍变速箱在里面摩 好 比如说好 这两片好了 我们镜头可能拉近一点看 你看这两片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看这一面 这一面上面是不是有 一格一格的 有 这个本来也有 但你看是不是已经剥落了 好像橡皮它被擦掉一样 有没有 乌乌的 对 乌乌的 比较粗臭 对 本来这一格一个都没 就好像刹车皮被磨掉一样 这个东西就是变速箱的损耗 磨耗 用酒的时候磨成这样之后 就夹不住了 就会磨损 就会坏掉 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一般你必须要让它用了久的话 第一个 当然避免激烈抄架 这不是废话 这是真的 你激烈抄架得多 变速箱自然就短面 那第二个的话呢 来 我也可以跟各位分享 如果说我没办法 我就喜欢开快车 或者说我家住阳明山 我常常上山下山的 一般的变速箱有一定需要怎么样 需要冷却 所以原厂一般都比较保守 不是每个人住阳明山天天爬山 不是每个人激烈驾车 所以通常这一个所谓的 自动变速箱的冷却器 只有一个 那有时候你激烈驾车 油过热啊 就会锁挡 或者我刚才讲 这个离合器片就容易磨损 很多呢 这一些比较激烈驾车的朋友 去加装第二个cooler 好 这很有趣 装第二个 对 比如说原厂是 左前方这里有个cooler 就是冷却器 那你今天说保护变速箱的话 在右边相对位置再加一个冷却器 这样比较好吗 双冷却 对 如果说你今天常常激烈操架的话 因为其实变速箱会坏 通常就是因为可能激烈操架 可能这个ATF 就是变速箱有长期温度过高 那你多加一个这个冷却器的话呢 对你的变速箱来讲 寿命才会延长 至于什么P档 P档啊 N档啊 那个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大家不用太紧张 几件五四达人秀 在今天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你知道张化西州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民俗 是他们筹审 就是他们去许愿 还愿的方式呢 就是要变速箱 我不要再加了 学生的键 我喝了 有个人 我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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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都 我一生都 一生都 今天我們要一起來回味一下 特別邀請到阿中布在戲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阿鳩 好棒喔 孫悟空 孫悟空 這個就是孫悟空的京斗雲 來京斗雲這邊就是孫悟空 漫步在雲端 孫悟空 孫悟空 這個是廠商工夫喔 不是靠剪接的喔 來來來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真開心 好 今天很高興來到這個節目 會好表演給大家看 我就是孫悟空啦 接下來我請你另外一個 傳說中的也叫孫悟空的 超級賽亞人 讓他直接出來喔 讓他告訴大家他要幹嘛 大的孫悟空 換你了 來啊 扁 好 這比較大一點 對了 我就是傳說中的 終極戰士 超級賽亞人 我呢 只要發功之後呢 我的頭髮會豎起來喔 記得很早看到喔 你們不相信喔 我只要念完這五個字 超級賽亞人 頭髮豎起來給你們看 超 級 賽亞人 頭髮豎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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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不見啦 阿中喔 阿中 人在補得起你最厲害了 你覺得我幫我加幾步了 那剛剛最簡單的 真的哪一個最簡單是那個 跳 跳 你跳跳看 我跳跳看 對對對 你把它丟上去 這是我看嗎 好 很危險 來 換這個好了 我是接到手 手要這樣能夠穿進去 這不簡單 這個 這個頭有沒有 直指 然後這個樣子 這樣 手要這樣嗎 對對對 好 這樣子 我們做幾個簡單的動作就好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 這個 我今天要來伸補得起 對 拍點點頭 點點頭 OK OK 拍拍手 拍拍手 很開心的 拍得快 然後有沒有 這一個 看好只有頭動 不要 不行 不 不要 你是整個身體動了 你用那個大拇指夾住他那個脖子 大拇指 對 對 不要 也不錯 因為我以前 不要 不要 也可以 OK 然後因為我以前教學的時候 那個 小朋友 我們要叫他不要 老師我會 他直接拿著不要 這樣 剛剛 看得到的一些掌上記憶有沒有 都是要練很久的 這樣子 所以臨時 我們要這個 像那個走路抬腿 我覺得那個厲害 走路抬腿 這個你換這個 這個才有辦法 走路 我經常看伯地走路 很簡單 你只要有沒有 你的手先放進來 手放進來 對 然後 你看 好 我們把腿這樣子 對 你看往上拉有沒有 就會繼續跑步 你要維持繼續跑步的動作 放低一點 1 2 要兩隻手弄嗎 不用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晃就可以 你那邊已經點走了 這樣晃 這樣晃 腳沒有動啊 這樣子 再放一次 預備 1 2 3 你是變成那個 那個 所以真不容易啊 對 不要看他只是 一根手的 技巧 對 但是這一隻手的技巧 變化無窮啊 長相變化無窮啊 長相變化無窮啊 對 那小拍呢 小拍啊 就這樣子嘛 你要先打的時候 眼睛要看眼睛 有沒有 然後 空手 1 3 4 5 拉回來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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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是 哇 好 還有換 據說你很會模仿城市人物啊 模仿喔 這個 這一個 好久沒模仿了 不知道是不是 一次啦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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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這個要模仿是 我們先直接這樣子好了 先不要讓大家看到他這裡 大家不知道這是誰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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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 自從呢 我卸任之後 最近我就知道 民生的這個需要 衛生紙要漲價啦 然後電費也要漲啦 你看嘛 像我以前 做這個大衛的時候 都不會發生這種問題 如果有問題 買不起衛生紙那怎麼辦 很簡單嘛 那就不要用嘛 不要用 阿扁啊 阿哥模仿誰 在那邊就是誰 還有一個 是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比較大 你們可以清一下這一個 有沒有 腳步就不用了 直接清有沒有 好高興啊 好快樂 今天來到了這裡啊 我要跟大家 解說一下 所謂佛法無邊啊 人生處處是佛理啊 你們像那個 拉斯維加斯去玩那個 餃子老虎 一塊錢投進去 當當當 就被咬囉 沒錢囉 再投一塊錢下去 七七七 錢就這樣 發啦啦啦啦 掉下來了 這就是佛家說的 無常 你是佛家嗎 我來看幾包看吧 好 你佛家 我說啊 最人啊 最人 剛才 這支要開幾盒 都會來幫我問 騙者的 我如果知道我 就不用請怎麼吃 你來香港去喔 我說啊 最人啊 最人 如果呢 這支要開幾盒 都會來幫我問 騙者的 我如果知道我 就不用請怎麼吃 你來香港去喔 對 所以 阿中以前呢 還是 綜藝節目的常客 上過 飛哥的節目呢 我們來的朋友 你們大家最接聽 喔 阿板 阿倫 你們啊 就是我的名 我這個 公共 來台北 要拍拼 沒有請 過年 是 哪會 哪會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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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丹临 铁丹临 老婆害羞吐不玩 鐵達林的冥王 鐵達林的冥王買的時候要注意 有一台小船斷層晚節 那本來一射多錢 才是真正的鐵達林的冥王 鐵達林的冥王 鐵達林的冥王 搞不靈 據說在仇神的時候 大家都在旁邊熟悉 甚至也很誇張的是 一間廟前面有很多布袋戲班 用鋼鐵的錄音大 對 有那個因為 他們每個劇團的隔壁的隔間 應該算是隔間 他們就是有辦法本來 印象的布袋戲好像就搭在貨車上面 然後貨車跟貨車他就直接跨一個板子 就變雜白了 然後用雜白就直接用一個 同一卷的錄音帶再演 就是那個布袋戲班 他現在有分錄音團的 就是只放錄音帶 錄音帶 錄音帶 所以其實很多布袋戲 現在不是人家在說嗎 對 用放錄音帶 還有人直接改成電視 真的 有人改成電視螢幕 然後在那個布袋戲的框框這樣演的也有 這樣 因為 怎麼講 這是 時代不一樣 這樣娛樂比較多 所以要看布袋戲 所以布袋戲慢慢在視圍 對… 然後有也… 判你一張差不多要下多少 一判仇神一場大概價碼式 其實民間的差不多八千塊 一場八千 對 但是… 在中南部已經有消價消到說 我聽過的最誇張的是一千五百塊 一丟一千五百塊 對 然後… 變成這樣 這個是很拚啦 這個是傳說的 但是我真的有聽過 在差不多五年前 南部他們講說三碗一塊 三碗一塊是… 就是做三天一萬塊 我就三碗一塊 聽說在簽大家樂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很瘦 那時候 那時候因為你把廟裡叫 叫嘛 叫的人叫嘛 多少有人會丟嘛 丟了 要求神 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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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就是黃鑽雄 黃鑽雄最主要就是蘇淹文 蘇淹文如果要出來時都會黏一首詩 是非成敗專條空 文文情修順甘夢 青山立水英頂齋 人生基督色永恆 所以以前報電影是都是鄉下的 憲哥你不可以去伴報電影 你有夠厚厚嗎 報電影以前是我們鄉間仇神 拜拜需要的一個地方娛樂 但是因為黃鑽雄把他搬到電視上 把他花揚光大 變成台灣第一個布袋家族 而且不只這樣子 布袋戲還可以上市掛牌 這有厲害嗎 有厲害 但是因為他娶兩個母 我們看黃鑽雄他大母親三個好生 謝儀先一個女兒跟一個好生 結果兩千塊九年的時 因為我們公母都是聽大孫 別母都聽美女 所以就想說我替這個母女兒 但是我來生日一間公司 好 生日公司就開始批評他們大母 那邊那裡的小孩的霹靂布袋戲 他說霹靂布袋戲 都是只有中特技而已 都沒有中結本 另外他裡面都沒有你說中校結義 都這樣打打沙沙 那我來講不好 要飛到過去傳統的布袋戲 有人說就是蘇雅雲和蘇煩金 兩個開始在拚冠了 為什麼蘇雅雲和蘇煩金呢 所有的布袋戲都要有一個男主角 如果是我們不準鄉先師 它叫金光系統 金光系統的男主角就是什麼 就是蘇雅雲 那他們的小孩黃雲鐵 他所寫的就是霹靂布袋戲 他的男主角是什麼 就是蘇煩金 蘇煩金如果要出來 也是要念一首詩 那就是蘇煩金 那兩個開始在拚 好拚到最後 你想說霹靂布袋戲厲害 厲害到掛牌 我們說來 我們看那個布袋戲 等我一天公司掛牌 霹靂布袋戲的骨架 股價為一百零二塊 留到最高 留到兩百貨 兩百貨它的資本價三點九億 本來比二十倍到三十倍 八十億的總企業 所以現在台灣做布袋戲 最成功就是你不敢 第一加速 被稱為東方敵士 對 你現在知道這個布袋戲 厲害到什麼程度 就是說 他厲害到銷去到日本去了 布袋戲我們以前說台語的 國語的英文的 道義語版你知道嗎 在2014年台北有一個動漫節 動漫節 動漫節 日本有一個動漫作家 他叫徐淵璇 來到台北 他沒意中人給他介紹 好 我們來看東黎劍油漬 就什麼外銷到日本的日文版布袋戲 我們來聽一聽 說 說日本的 是 感覺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這個動案家 很奇怪 他好像買一集的DVD回家 一集看了 一集過一集 一集過一集 在日本剛才推薦說 台灣的報題比較好看 甚至他自己裸海 幫他寫劇本 所以變成有日本版 你知道霹靂布袋是 他今年營業多少 十二億的新台票 十二億的新台票裡面 包括他拍DVD 一集超過一百萬至兩百萬 今年平均超過兩百集 另外他的商品 周邊的商品 今年有超過多少 有超過兩億 一支霹靂的柴信刀 可以賣到一千六百塊 一千三公斤的紅 三公斤的紅 一千多少 兩萬八 兩萬八 大家都買了 怎麼說 我跟你講還要白堆 買沒有 很厲害 他總要限量 一年每一千只做十個到二十個 譬如說受環境 可能只做三個而已 三個 我說你買的時候 不是說錢買的 你要來白堆 他也製造類似這樣的 排隊的一個商機 飢餓 行銷 對 全台灣市有三十間的加盟店 另外 我們的霹靂布袋戲 不是說在那個 層樓的演員而已 已經走入國家殿堂了 文建會 在2014年高雄辦一個什麼 辦一個布袋戲音樂交響師 好 後面上你可以看到 就是霹靂音樂會 我們來聽 布袋戲音樂會是怎樣 對 其實喔 許多耳熟能詳的台語歌 是布袋戲音樂 是啊 這寇海如新龍 他們尊重 他們那個第二棒的 謝忻就是唱寇海如新龍 紅的嘛 那在那開始 紅起來 之後就把他收起來做二棒嘛 要彈 自己彈嘛 不要叫別人彈嘛 所以說其實布袋戲的歌 那個時候是造星台灣流行歌的 一個很豐盛的流行 尤其在中南部 好 阿公 阿伯 聽到那個歌就開始起動了 因為布袋戲在要來嘛 那時候我們晚上回來 晚上回來 都有那個穿阿長這種 來我們鄉頭做 你知道嗎 布袋戲這個做的 做三個月做不完 做完都減肥油了 怎麼說 主角馬仔要沾甘信 這樣一直沾 一直沾三個月甘信都沾不死了 我自己坐地坐地 就是吃這筆的 在那一晚 現在都有3D電影的動漫 立體動漫 3D電影有那個少年拍 李安的少年拍 我們台灣的製作小組 幫他做什麼 做3D立體的動畫 好 畫面上你所看到 這就是霹靂電影 我們來看一張 他好過身光效果也做得不錯 不夠讚 布袋戲 既然比較厲害 比較多 幫他洗澡到外眩 我多年來找給所有的文憲 沒什麼關係 布袋戲說公義 沒什麼關係 說公義 我們聽到會覺得 聽到怪怪的 太悶了 但是我覺得 他這個霹靂公司 後面的那個 背後的企劃小組很厲害 你如果要買他的東西 要做他的錄影大DVD 竟然在同一超商可以做 他怎麼做 他三天 租金一百二十塊 阿金十塊 你如果沒有拿回來的行 就是阿金幫你沒收 當時一片給你賣你一百三 你想說阿金十塊而已 但是後來做一做都賣你拿回來 當時就強顧你了 很多人收藏 是啊 大家都收藏 所以這次 他們不把他大幅跟二幅的兄弟戲牆 人家說我們在台灣所有看企業的兄弟戲牆 都是負面的 他們兄弟戲牆之後 電腦整個個知名度大增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對 而且這樣 好 那個霹靂布袋西大家都了解了 另外他們那邊 洩漢的那個黃麗鋼那邊 大家都了解了 所以 鄉鎮鄉真的在我們台灣的技師街 台灣的布袋西街來說 他立下了漢馬功能 那除了可以在超商租霹靂布袋西之外 超商現在有一個專區是不是 霹靂專區 沒有錯 就是一個專櫃 所有的東西你都在哪裡可以買 就是他的一些周邊的商品就出來了 好 我們來看這就是 Seven的霹靂超商 對對 那一次宣傳的記者會滿轟動的 是 他叫人來裝 這是真人布袋西 所以布袋西現在要走入民間呢 也要用不同的方式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是在廟口 對不對 在電視 現在在超商走入我們一般老百姓的生活 結合文創 然後登上國際舞台 利用上市上位公司募資以後增加公司的實力 然後從台語 國語 廣東話 英文 英文都有了 老英語 英語也有 因為現在他的觀眾 不是只有台灣 過去我們這代的而已 外星的也很賣 那個香港人 晚上五點半來就是在看 都來日本人 都來和美國人也覺得說 哇 台灣的布袋子比較好 但是那個英語 要說出那個布袋子的開口不簡單 我不知道要怎麼念 為止死 為止夢 為止哭哭 這台語念得這麼好聽 對 英語不知道怎麼念 英語也有怎麼念 我講不清楚 但是我們也看起來不會不會 所以代表說這種民間的記憶 經過三五百年跟這個時候 還是不會衰退下去